大家好,我是千鳥,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刺客教堂4 黑棋 這個系列我從第一部就開始玩了,現在換到PS4上,終於能實況給大家看 在開始之前,讓我先簡單介紹一下前幾代的現代劇情部分,因為跟後面比較有關係 就在過去短短的幾個月裡,我的人生被完全地改變了 我知道那種無君無束的生活已經不在,但至少現在我不想再回到那種生活中 我的名字叫戴斯蒙·麥爾斯,我是一名刺客 戴斯蒙在回想自己的過去時說 在2012年9月3號,戴斯蒙被Absturgo,一間聖殿騎士的公司綁架 作為Animus,一種可以讀取基因記憶,也就是祖先的記憶的實驗品 因為戴斯蒙的祖先是此刻 這間公司希望從戴斯蒙的祖先阿泰爾一本,拉阿哈德的記憶中 得知,伊甸碎片,蘋果的位置 記憶完成後,戴斯蒙發現自己因為出血效應,獲得了一些阿泰爾的特質 現在刺客曾經嘗試拯救他,但沒有成功 而Absturgo的人已經知道所有蘋果的位置 原版聖殿騎士要殺了Desmond,但是研究員露西保全了他的性命 並透露自己也是刺客 露西要求Desmond彈回Animus取得第二代主角Ageo的一小端記憶後 一起逃離Absturgo,並認識了肖恩及瑞貝卡 他們設置了自己的據點,並完成新版的Animus Desmond進入新的Animus,重立Ageo年輕時的記憶 繼續尋找蘋果,與利用血之效應,學習新的技能 Ageo在最後遇到一名為蜜涅瓦的人的影像 他表示,帶Ageo來這裡是為了留訊息給Desmond 蜜涅瓦和他的族群為第一文明 在天災後創造了人類 種族對抗的結果人類獲得勝利 蜜涅瓦他們把自己封在神殿中 希望避免毀滅他們的災難再度發生 結束後,Absturgo襲擊了他們的藏身處 Desmond擊敗了萊西者,大家便離開藏身處 前往Ageo現代的別墅 刺客一行人希望能在這裡取得Ageo那顆蘋果 Desmond又再一次進入Ageo的記憶 Desmond解開了拿到蘋果的指令 刺客便前往羅馬的經濟場 在地下的道中,第一文明人 朱諾告訴Desmond人類的墮落 拿到蘋果後 朱諾告訴Desmond露西是叛徒 並控制Desmond殺了露西 隨後Desmond陷入昏迷 Desmond的爸爸威廉麥爾斯 將Desmond放回Animus裡 Desmond在Animus中的黑室醒過來 通過傳送門,繼續重立Ageo的記憶 來讓自己恢復清醒 這時,Desmond除了可以重立Ageo的記憶外 還可以重立他自己的記憶 從中得知,Desmond同年在農場長大 被父親嚴格掌控 逃走後被Abstergo抓到 Ageo最後接受向Desmond傳訊息的角色 觸發了同步核心 在裡面,Desmond遇到了朱比特 看到了第一文明最後的命運 他們建立了許多神殿來保護自己 但都失敗了 朱比特告訴Desmond大神殿的位置 希望Desmond阻止第二次災難 Desmond醒過來後 就與隊友和父親一起前往大神殿 Desmond在大神殿經歷了海瑟姆肯威的記憶之後 得知他的私生子 拉頓哈格頓,也就是康娜 最後取得進入大神殿的鑰匙 離開Animus探索大神殿的期間 朱諾不斷催促Desmond 趕快找到鑰匙 Desmond逐漸發現 不論門裡面是什麼 都對朱諾有利 世界末日逼近 Desmond還沒有找到鑰匙 因此威廉代替他去找神殿所需要的能量人 沒想到被聖殿武騎士抓住 Desmond救了他爸爸後 再次回到Animus 終於找到了鑰匙鎖在底 並取得鑰匙 進入大神殿深處 朱諾要Desmond碰一顆水晶球 命令瓦卻出現叫Desmond不要碰 告訴Desmond 朱諾不是要拯救大家 而是要征服大家 這個設施雖然能拯救世界 但Desmond會死 而朱諾會被放出來統治地球 Desmond認為 人類中會有機會反抗朱諾 但任由災害發生 會有幾十億人死去 Desmond下決心後 讓威廉 孝恩瑞貝卡遠離神殿 將手放在水晶球上 為保護地球免於第二次大災難 獻出自己的生命 我的介紹就到這邊結束 更詳細的訊息可以到下方的網址 刺客教條的中文為幾百科去查看 那就開始遊戲吧 那就開始遊戲吧 劉強測 演出絡幾百科去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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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套玩這套戰場3太久了 有點忘記怎麼走 啊 呀 啊 啊 啊 天罗 ar made coming 紅 ah i lost the Kansas fire doke hope 'MALMARIN 诶 别说了 DOMOCY! It's going out! DOUST THE FLAMES! Get in there you motherfucker! 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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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it dangerous? Edward privateering Is it dangerous? Wouldnt'pay so nice if it weren't Why not sail with the kings navy?Earn a proper wage,sail under gentlemen? Sod the navy's gentlemen For every shilling I'd earn the captain gets 600 That's no way to earn a fortune We don't need a fortune 不需要需要, Caroline 我要食物不让我疯 我要屁股保护的风 我要一个健康的生活 多久你会继续跟这些 privateers 一年,我认为 最多的 好,没有比较多的 我认识你 不能快一點嗎 可以了 怎麼好像沒有比較快 可以了 怎麼這麼快 他在那邊了 你也好嗎? Havana? 我必須到Havana 我只能建造我們另一艘船,好嗎? 我可以付給你 那你最喜歡的聲音 你最喜歡的聲音 100 Eskimos 繼續說 你會嗎? 或是你? 你現在沒有金牌嗎? 混蛋 混蛋 卡洛琳史考特 这应该就是刚刚在肯威床上的那个女人吧 生于1691年 卡洛琳是艾米特与伊丽莎白史考特的女儿 在英格兰的布里斯托出生的 生在一个富有的山人与公务员家庭中 父亲给予他女人该学的端庄教育 但他自己则用自己的方式去学习其他事物 利用一些零碎时间 他看了不少书 并想办法切割自己的生活 帮助他母亲管理父亲的琐碎事物 这不但让他能训练自己拥有更多技能 也让他成为一位聪明冷静头脑清楚的女人 卡洛琳与爱德华肯威是在一间酒馆外的最悍争执场面中第一次见面 他原本打算接回一个自己的仆人 却发现爱德华舍身帮助他的仆人 让他脱离布里斯托著名恶人的魔掌 为了答谢爱德华 卡洛琳答应爱德华二次会面的邀约 但他从没有想过会有什么浪漫的发展 但奇怪的是这段恋情就这样发生了 爱德华跟卡洛琳发展迅速且坠入害河 这让他的父亲相当气恼 因为爱米特史考特长就答应把卡洛琳嫁给一位东印度公司总裁之子 但再多的反对都无济于事 卡洛琳还是在1712年嫁给了爱德华 爱德华珍姆是肯威在3月10号出生于威尔斯的斯温席 由曼彻斯特的伯纳德肯威 以及加利夫附近的利纳特霍金斯所生 在爱德华10岁生日之前 他的父亲举家迁到英格兰西南部的靠近港口的布里斯托外的小农场 住 不确定一个来自威尔斯的男主角是不是够有趣 我们可以做个ADR取代他的声音吗 我知道有个伦敦的名演员很适合 这次搬迁让年轻的爱德华心情沮丧 由于缺乏熟悉的朋友 极努力想为过剩的精力找到出口 他越来越烦躁不安 青少年时期 他在远离农场的城市中耗费越来越多时间 那里的刺激与诱惑取代他仍有的谨慎与小心 在16岁时他可能成功的农民职业生涯已经充满无望及蠢势的生活取代 已经被充满无望及蠢势的生活取代 旅旅用逃避对家人的责任来取代应有的陪伴 在1711年底也就是17岁那年 爱德华遇到了卡洛林·史考特 一位端庄又有稳固财力的女人 他们开始小心翼翼的交往 当时卡洛林已经与东印度公司总裁 富有但笨拙的儿子有了婚约 但最终爱德华的魅力胜出了 他和卡洛林在任是一年内就结婚 此举触怒了他的父亲 也让整个布里斯托卡市传出闲言闲语 在他们的在他们婚姻最初几个月 爱德华下定决心善待他的妻子 并承担起他自觉身为丈夫该妇的责任 但爱德华夸服了梦想和想法 在他们婚姻的最初几个月 爱德华下定决心善待他的妻子 并承担起他自觉身为丈夫该妇的责任 但爱德华浮夸的梦想和想法阻碍了他行英尽的义务 仅仅一年后 太郎呛里重拾他最糟糕的习惯 喝酒打架游手好闲 就是在这样的黑暗时期 爱德华回想起加入航行于西印度群岛撕掠船队的旧念头 目的是对西班牙发动战争 并收集未被管制的大量黄金与货物 他告诉他的妻子 这是他们可以快速致富的图景 身为一个明智又谨慎的女人 他当然不认同这辆天马行空的想法 他是一个恶父吗 他嫌弃他们 我们必须要恨他或什么的吗 因为我当然不希望大家觉得爱德华的选择有问题 他是个英雄 那我们避开谈他喝酒和赌博的画面吧 OG 1712年夏天 卡洛林知道不可能改变他离开的决定 他不想参与爱德华鲁莽的计划 所以离开他回去与父母同住 爱德华对于这个转变大吃一惊 决心要快速赚到钱 并证明他是一个严刑一致的男人 仅在一个月后他就出发前往西印度群岛 他在那里遇到了撕掠船长班杰明和尼戈德 和他的军需外官爱德萨奇 爱德华在1713年上半年都与这两个经验丰富的水手一起航行 迎风前进 但这一年命运将他再次颠覆 随着乌德勒之条约的签署 所有各大帝国之间的敌对行动宣告结束 英国撕掠船队的前景堪忧 现在他贫穷失业离家数千公里远 爱德华和他的盟友 在巴哈马 新普罗维 登斯岛上定居 重新考虑他们的未来 这些日子对爱德华来说很不真实 他发现拿索这个小城镇的生活 与他之前所抛下的生活很不相同 这乌国籍的小营地中 狂野与喧闹的自由气氛蛊惑了他 饮酒赌博女人 漫无目的的欲望 就跟他所希望的生活一样 然而即便这么无忧无虑 他却也从未忘记他心爱的卡洛琳 如果他在西印度群岛能成功 或许经营这堂园 他也许还能再离开这么久后挽回他 但在缺乏真正的信念之下 养成的习惯还是很能在短时间之内改变 爱德华重回与朋友出海的那种生活方式 也只是时间问题 只是他们不能再进行撕掠 合法且被允许 而是成为对国家没有 丝毫忠诚的海盗 靠着剑和手枪来赢得财富 并祈祷他的死期还未来到 祝如果我们能删除一些他性格中不合一的片段 这会是个很棒的故事背景 爱德华将会 大受欢迎 OG 海盗与走私者 虽然这几个名词经常在英文中交替使用 但事实上这些名词有些重要的差别 可以用来识别这些恶名昭章的公海见客 海盗 Parents 在公海上使用 胁迫恐吓及暴力的方式抢夺一般人民财产与货物 海盗其实是个南瓜词 用以表示在公海上进行 劫略行为的人 海盗一直以来都是远洋航行者的痛 每个时代都有海盗的出现 有人诅咒他们的存在 有人则把他们的行为试吻 把他们的行为想得很浪漫 在所谓海盗的黄金时代 差不多是公元1650年到1725年 大部分的海盗都是从英国属地崛起 大部分都是20岁左右 而且是从有经验的随手转航成为海盗 加勒比海盗 虽然这个词也会被当成海盗 但原本这个词是专用来称呼在17世纪中期盘踞在西印度群岛的海盗 他们在各个小岛建筑防御公室 且设立自己的基地 这个词来自于法文 一种用于烟熏肉干的设备 这也是这些海盗最喜欢的食物 撕掠者 撕掠者是指不抽拥的水手 专门在国王或官员 大部分是总督的命令下 劫掠与攻击 海盗与撕掠者 只有一线之隔 海盗很少会接受君主的命令 专肯沃泊尔 生于1679年 足于1715年 普列连第一任首相 罗伯特沃泊尔的表直 专肯在18岁生日之前 都过得非常优渥而舒适 因此他决定以见习军官的身份 加入英国皇家海军 期待有一天可以升任正式的军官 但他好 不节制的脾气与 冲动的个性阻碍了他的近身 他开始对自己的牛步深迁 感到不耐烦 三年后 他对皇家海军的兴趣已经存实 由于改将目标瞄准 东印度公司 当他的技巧越来越犀利 他的名声也因而水涨船高 但冲动的脾气依旧 而且变得越来越傲慢 甚至经常与英国的刺客教团长老起冲突 不过他对于刺客来说仍是宝贵的资产 在1714年 他的导师要求他航行到西印度群岛 去与其他刺客兄弟们会面 同时去见他们的老师阿塔拜 莫波尔辛南沙印 并在一个院内出发 在英格兰的刺客 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了 从此之后再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一口是什麼東西啊 豬欸 居然是平行 好酷喔 不知道裡面寫什麼 那你怎麼不看